大家好,我是Prisisla 今天带大家看一看加拿大非常大的宠物用品连锁店 就是我身后的Petsmart 加拿大人非常喜欢小动物 所以家家户户拥有宠物的比例非常高 所以也成就了宠物用品零售业 那么待会我们一起进去看一看Petsmart里面的情况 待会见 加拿大地广人稀 所以很多品内的零售店 它都不需要委屈自己挤在一个综合性的百货店里面 而是开辟自己的专卖店 Petsmart对于宠物用品来讲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另外大家还有熟悉的 比如说像加德堡Home Depot 那他们就是先生做DIY家居改善的一个非常大的连锁店 那像这样的例子还非常多 比如说还有Canadian Tire卖户外用品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Petsmart 那大家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店的大小 是不是品种繁多 备货齐全 琳琅满目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猫用品 那大到这个装猫粮的盒子 小到猫的玩具 再小到猫的这个snack 零食 煮粮 这个区域呢 本来是给大家领养猫的 那上面有写 大家有写说Adoption Center 领养猫的这个数字 达到了321653只 各种不同的猫的主粮 这是给猫玩的这个爬架 那现在给大家看的这个环节呢 我们看一下上面是怎么写的 叫做Grooming Salon 就是给宠物们美容的地方 这是我家小马 Marshall是这里的常客 现在里面好像正好有一只狗狗 正在剪毛 看见吗 我们现在看到是狗狗的区域 这是狗狗的主粮 仍然是狗的主粮 还是狗狗的主粮 喝零食 还是狗狗的主粮 然后呢 来到的这个就是 狗的牵引绳啊 还有项圈 谢谢 这是狗的那个 新鲜的狗粮 狗狗们的玩具 各种球内啊 给他们磨牙的 我家小马啊 因为是大种犬 像这样的玩具 根本上就是20秒的事情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给他买 后来也就算了 很快就咬坏了 这边看到的是鱼 还有就是水族箱用品 现在疫情啊 所以很可惜 平时在这个地方 我有见到过 有爬行动物 有非常独特的蜥蜴 看看今天在这边有没有啊 很可惜 现在今天这里都没有 爬行动物在了 然后这边原来有很多鸟 今天也没有了 大家自己发挥一下想象力吧 这里有一个 这里倒是有两只小豚鼠 看得见吗 看到他的耳朵在动 那现在因为疫情期间呢 所以我们大家就是消费者们也被鼓励在网上下单 然后直接只是到这里来提货 那我们呢就趁这个机会呢 拿了三 订了三代狗的主粮 那现在我们来提货 在这里获取 Buy online pick up in the store 这样就可以减少大家在店内的时间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已经有消费者下好的订单 这些服务人员已经把它们分好了 我们直接来提货就好 然后对应一下网上下单的单号 我们就已经可以走了 这下方就已经回来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带出去 快带出去 就会, бер吧 是怎么回来的 那 lowers快带到他们 我们可以带到他们 一起带到他们 去看 我们下转性要 我们下转力